雙重會節 好了 我們講到了 今天的講題很明顯 一年第一日的廣告通常都是會自己講的 因為多數講回那年的年題 大家今天進來教會時有沒有發過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是 很靚的字 本來我是打算自己弄了那些字簽上去 但是我們因為有星期六的小雪苗 有一班小朋友 我們就給他們以後還息 自由發揮 又美女 昨天他們就一人由一兩隻字 由到這麼美 我們就貼了上去 看起來很精神 我們一起講一次好不好 神的話語 秘密金天 秘密金珍貴 這些都是在聖經裏節錄出來的一些說話 就是我們今年的年題 我們今年會順帶有個讀經計劃 待會完結後 我會在最後跟大家去討論如何做法 這篇講道主要讓大家對神的話語 秘密金天 秘密金珍貴 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樣說呢 是否真的意義那麼實在呢 我們都看一些聖經 聖經裡面其實很多地方都講到神的話語很寶貴 很好 在詩篇第十九篇 七至十一節 請大家回到我們的聖經 詩篇在聖經最中間那裡 一切開就多了結論詩篇 第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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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王呢 就叫做蘇羅 他就很有問題 後來神就選了大衛 到最後的評語說 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在大衛一生的經歷裡面 並不是說很順利啊 很風光啊 都是很大喜大樂啊 很多的禍患啊 很多的危險啊 到最後呢 他也是一天這樣來度過 這算呢 第十九篇 是大衛的一篇詩 我們看看第七節到第十一節 我們一起讀一讀 第七節 耶和華的律法 大家就下次讀吧 耶和華的律法前備 能鬆省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憤慈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眸 全度永遠 耶和華的憤章真實 全現公義 都比金子可善無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善無 比白金鐵 且比風光下滴的默金 好 好 很明顯 小的標題 是耶和華的律法 接著很多句 都講到耶和華的律法 他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他講的好像 這字都有點不同 但總的來講 即是耶和華的律法 他分開 第一個字就是律法 第七節那裡 律法是全備 什麼叫全備 全備就是完全 沒有漏洞 很完美 所包含的範圍 你想到有些什麼地方 有沒有律法講 都有 講得細不細緻 講得細緻 講得完全 又講得完全 耶和華的律法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看聖經 看舊約其實很重要 舊約裡面 神頒布的律法 以色列人領受了這個律法之後 他們怎樣的生活 怎樣去跟從 或者正確地講 怎樣不去跟從神的律法 於是神就 有一些懲罰給他們 令到他們有些 很不開心的經歷 最具體的 所以在舊約的時代 在一些不同的族群爭戰 打仗的時候 打輸仗 被人打贏了 很明顯是他們 不跟從神 不聽神的律法 神就藉著那些外邦人 那些敵人來打敗他們 所以要繼續犯全備 全備中怎樣能 鬆醒人心 鬆醒人心 那些人的所知有限 但是 有些這麼原備的律法 都說出來 哇 你想不到的事情 他都想到 那你的心 就好像有一種很鬆醒的感覺 今天這個不是正式的策經 所以我其實快一點點去量過 然後呢 法度確定 法度確定 如果大家懂英文 可以看看英文成績 都很接近原文的了 那叫做 Testimony is sure 即是說神呢 去講一件事 講話 好不好 對不對 神講那些說話呢 是確定 不會無靈兩行的 講的一日一 二日一 很清晰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你都會感覺到 有些人呢 跟你講話又不多肯定 好啊 好啊 看看吧 去啊 去啊 不如看看怎麼 那些呢 三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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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些呢 那些呢 你好像覺得 不是太豪雲 但是神呢 祂的Testimony 祂講出來的東西 是很確實的 是這樣的 很清晰的 所以你不會誤會 你只是聽 分辞正直就比較容易明白,教訓人的一些用詞是正直的 我們試過被人罵,被人教訓 有些教訓得好的就對事不對人 有些教訓得不好的,乘機借題發揮,教訓你很多不相關的東西 甚至人身攻擊,去踩低你等等 神的訓詞是正直的,要教訓你哪些東西 不會偏差,不會去東拉西扯,去刮殺你很多其他東西 神的命令又清潔,神的命令,我們很多東西在律法裏面 我們開始看舊藥的時候,慢慢認真看,便會感覺到 這麼多命令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特別是獻祭的部分,很嚴謹的 又要將牛怎樣切法,怎樣劏法 那些,不可以錯的 一個很經典的例子,當然有少少另外的意思 就是阿倫的兩個兒子,在獻獲莫的時候 他獻上一個煩火 找個香爐,獻些火給神,神是開心嗎 那他們兩個兒子又整,一模一樣 挺好的,對不對 大神就激殺了他 激殺了他,真正的原因,以後再詳細說 但總而言,要按神的吩咐,很準確地去做 你不跟神所吩咐你的,就很危險 危險到一個地步,這件事件很嚴重 即時被神激殺 激殺在神經中不少 又見過在大衛 那是牛去安裝牛車的時候 去回大衛的地方 突然之間 牛踩到一些什麼東西 踢一踢,那個藥櫃就側了上殿 那有一個烏殺 如果你是他,你都好像烏殺一樣 那個櫃掉了,那你怎樣 扶一扶他 扶一扶他 扶一扶他,神就激殺了他 那你又不要太隨便 現在下個判斷說 哎,神有沒有搞錯 你看到聖經看下去,你要找回答案 為何神要激殺他 但神的命令就是這樣的 神的命令你要跟從 你不跟從就很危險 按神的命令來跟從的時候 是怎樣的 清潔,用個字叫pure 即是沒有其他雜質 道理結證,很明顯 神的道理是結證 傳道永遠 點章真實 英文那裏說有judgment is true 即是神按他的律法來作出一些審判判決的時候 必定會是真實、真確、無誤的 全然公義,不會不公義 很簡單 即是神的律法 即是甚麼都好了 又傳避、又確定、又正直、又清潔、又結證、又真實、又全然公義 神的話就是這樣 大衛這樣說出來的一堆東西 不是他好像交功課作文一樣 多想幾個形容詞去形容 而是他真是一生的經歷裡面 很多神對他的保守 他怎樣跟從神就得福 怎樣不跟從神的時候就得禍 一路在他的經驗裡面歸納了這些感受和經驗來寫下 例如我所說的 律法、傳避、蘇成人心 法度、確定、使遇人有自慰 分前、正直、快活人心、命令清潔、明亮人的眼目 道理結證、傳道永遠、點章真實、傳言公義 對神的律法很深的感受 然後他用一個示例或一些具體的東西 來作出一個類比 令人容易明白 然後他在第十節說的 有一個很好的金句 神的律法是 刀比金子可洩露 我們這樣大概都知道黃金金貴 又漂亮又罕有 而黃金金金貴是很重要的 它是純正 它不會跟其他類別的物質 產生的化學作用 變成了另一些物質 譬如說 我們平時吃的鹽 鹽在化學上面 如果大家有留學讀過 就知道有兩種元素合成 一個是鈉 鈉是一些金屬 是很有複蝕性的金屬 在實驗室那裡 Andy那些有做過 要處理這些鈉 要在硬裡面浸著油 夾它出來 把刀慢慢切一點 不可以碰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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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遲 用少許消毒器 就已經能夠消毒 這兩樣東西 原來產生化學作用 變成了綠化鈉的時候 就是我們平時吃的鹽 不可缺少的鹽 我想講這裏 其實是想講黃金 黃金是什麼呢 黃金就是 它不會像鈉一樣 跟別的元素 很容易產生化學作用 變成了別的東西 金就是金的鈉 金就是金 它不像鐵一樣 在礦石那裡 跟別的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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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 就合成了做另一種東西 所以要提煉才能夠提煉到那些鐵出來 黃金不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當然不是古人 我在這裏幻想 以前的古人怎樣都發現黃金的呢 就是慢慢踢到那塊石頭 金光彈彈的 很漂亮 就是這樣 它不會像礦石一樣 要用一些火 煲它、燒它 去提煉出來 本身它黃金就是黃金 你看到它就是黃金 不會是混合了一些東西 變成了另一種物質 黃金是純正 是很矜貴 當然也很有實用價值 所以黃金也用在很多的 有些女士的珠寶首飾 哪個身上現在帶著一些黃金 都可以說 金眼、金牙、紫環等等 我們都會用黃金 即是舊一輩的 即是舊一輩那些 未曾用鑽石 通常結婚的時候 有了黃金的戒指 當然有結婚也是 有一個意義的 意義就是 取其不會變 純一不擇 所以金子很珍貴 是可羨慕 不過我這裏帶去說 對於是《夜和滑》的禄法 亦是發給金子更加可羨慕 亦是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所以放在你的面前 可以選擇 給你一盤金 給你一盤神經 你選擇哪裏 可能你會說 你先選擇金 神經的家庭是有地盤 不過大衛想說的是 那個價值 帶給人生命的價值 剛才從第七節開始 自己讲到耶路华的律法是这么好的 很多地步将这些不能够用钱买到的东西 去跟黄金比较 黄金就一文不值 神的论法比起黄金 比很多的精金更加可善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检视 你自己对神的话语 在圣经所讲的所有东西 在旧约里面 简单来看就是神的论法 你有没有这个 那么羡慕 比金子认为他更加珍贵 有没有这个想法 你有没有真正很 很珍惜去读神的话语的机会呢 大卫他经历了一生的奔波 他有这个结论神的论法 比黄金更加可善 更加珍贵 第二句 给麦金 我们昨天跟小朋友有游这些字的时候 因为营养的蜜糖送给我们 我们开些蜜糖给他们喝 让他们试一下 蜜糖是一个很天然的食品 很甜 甜起来不像吃砂糖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很好味 很甘甜 不过这些书 大卫说 神的论法比起蜜更加甘甜 比起风房滴下的蜜 新鲜的蜜 不要再济过那些 风房滴下的新鲜的蜜 更加甘甜 这就是给我们去检视我们对神的话语 圣经里面所说的神 吩咐我们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感觉觉得他很甜 很想去经常的品尝 很想花时间去看 去知道神跟我们说什么 所以今年的年题很重要 基本上也是很重要 当我们有时 心情不好 或者令圣经觉得很低落 其实你快点去看多些圣经 因为圣经里面神的话 在你里面不够 就像没有油 没有油 你就没有能量 你就没有了从神而来的安慰 没有了平安 你看事情的价值又不同了 你的盼望就没有了 摆不正 你就将眼目注目了 在很多人 世上所认为要追求 宝佩的东西 那些东西也是忠诚是好 我们都希望健康 生活的稳定财富等等 李嘉诚说过一句很好的说话 是不是 帮着钱的 君子爱财 循之有毒 他不是财富 财富的意思都是忠立的 基督徒我们都要生活的 如果神给你 有财富都是在你普世 看你怎样去找 是为了这些疑忘记了 和神之间的关系 疏远了和神之间的关系 神说那些什么 你又不多记得 亦都不多去着紧的去知 那会怎样呢 甚至于我们看很多戏 或者剧集都会知道 那些人拼命去做事 去争取高位 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等等 不过呢 没什么时间在家里 家里的太太 或者儿女 没什么时间去看他们 那那个关系又怎样呢 就越来越差了 可能极端一些的 有些假如离婚 那些子女又很反叛 特意要去做些事情 去破坏社会 破坏关系等等 那他很努力 他很成功地得到很多财富 很多高位 那大多数的结果 那个剧情也是引你去 有个结论 就是这样忽略了家庭 忽略了自己最亲密的关系 是不应该的 你把这个摆在我们的熟灵生命里 都是 当我们将很多世上 其实可以很忠诚的东西 拼命花很多精灵时间 来去争取 来为了那些东西 牺牲了所有东西 包括牺牲了你 读经 亲近神的时间 回教会的时间 和弟兄姐会接触互相越免的时间 那些你觉得不重要 因为那些帮助不了你去解决你的生活 帮助不了你去赚钱 帮助不了你在社会上更有地位 更多朋友的网络 帮助你以后的发展等等 教会那些放在里面 读经放在里面 祈祷浪时间 没什么意思 其他人都知道我做什么 这样是不是正确 圣经不是这么说 圣经在旧约三千年 耶稣是二千年 再一千年前是大卫 大卫他一生的经历里面 以后作出了很多结论 告诉我们 原来神的律法是很好 你今次更加尊贵 你今次更加尊贵 你麦更加尊贵 那我们是否这样看呢 十一节的论 放置你的仆人 因此受警戒 大卫在神面前称呼是仆人 是神的仆人 大卫是谁 是当时由大国里面的王 是神给他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胜利 周围所有附近的敌人都神服了他 四海升平 一个如此得神喜悦的王 如此富有 各样都很顺利 到最后 他说 我是神的仆人 受神的律法警戒 守着这些律法便有大想 所以在他现今来说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神的律法 要遵守神的律法 要跟着律法 受他的警戒 大卫 我们看到一个人 摩西 摩西也是圣经名人 是吧? 摩西有一篇很出名的诗篇 是哪一篇 最长的那篇诗篇 是哪一篇 记得到 一百一十九篇 在后面 摩西写的是一篇诗篇 一百十九篇 这首诗篇很特别 特别之处在于第一 它最长 第二 它是名人摩西所写 还有一个 我们并非希伯来人的文化 很难欣赏到它 不过你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你又试试一下去 按这个方向来看的时候 你都觉得很有意思 一百十九篇 很长 你看 它是獄的 《跌一》 《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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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遵行姚和華的律法 求主伺誤性去明白神的律法 依靠姚和華的律法 深愛姚和華的律法 姚和華的律法的寶貴 求主解放信賴姚和華的律法 喜愛姚和華的律法 姚和華的律法的亮光 因為姚和華的律法得安全 接著 遵從姚和華的律法 渴慕遵行姚和華的律法 姚和華的律法公正 求主解放信賴姚和華的律法 熱愛姚和華的律法 求主幫助 好了 看完之後 119篇的主題是說什麼 姚和華的律法 姚和華的律法 就沒有再是119篇的主題 119和19 好有關係 即是撞對 19篇是大衛講姚和華的律法 119篇是摩西講姚和華的律法 摩西講姚和華的律法 我只是數的時候 那小段有多少段 你知道嗎 有22段 為何有22段呢 原來 希伯來文的字母有22個 這篇詩編呢 如果你用原文去欣賞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第一個段落裡面 所有第一個字 那句的第一個字 都是由希伯來文第一個字母開始 第二個小段裡面 所有句子的第一個字 都是用第二個字母開始 第三段就用第三個字母開始 如果你將這個拼在英文的字 即是說你寫一首英文詩 第一段 有多少句 全部第一句的字都是用A開始的 第二段 全部的句子第一個字都是用B開始的 你明白嗎 希伯來文有22個字母 每一段都夠 這些就是一些文人玩一些的手法 但是文人很多時候是講異境的嘛 那它的意境帶出的理是甚麼呢 神的律法 神的說話 說話就是透過語言說的 有文字的 文字可以寫出來的 英文說 由A到Z 每一個字 它都有一段 關乎神的律法 是怎樣好 怎樣好 來去贊重 贊完A字又贊B字 贊完B字又贊C 神的律法 即是說它很欣賞 以我畫的律法 很愛慕以我畫的律法 是不是有甚麼意思 是吧 尤其是大家看過一些電影 一些愛情小說那些 寫完的東西很無聊那些 不過看那個人很有意思 你的眼眉好像一個彎彎 你的頭髮好像復步 你的眼睛也好似那些 如果你不是當事人那些 拿來講吧 不過在當事人來說 它的意境又不同 每一個身體上的部分 它都很愛慕 都很欣賞 很完全地欣賞 摩西寫這件事 用那個手法 你讀下去 就給你有這個感覺 摩西對耶穆華的律法 真是由頭到尾 每一隻字 每一個字沒有 他們的希法內文 都是用了22個字 沒有要組合而成 無論A字 又好 神的律法 裡面的A字真是漂亮 B字 神理的律法 裡面的B字真是好 數到2Z也好 全部都好 當然這是意境 裡面的內容也很實際 可以讓大家回去看看這個 1把109件 我跟大家看看幾節 102 截幾把 102 102到106 102開始 102開始 我沒有偏離你的簡章 因為你教訓了我 你的言語在我上堂何等今尾 在我口中辭密緊貼 我藉着你的份詞不蠻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你公义的箭章 我曾起誓遵守 我必按誓而行 大家看到 很重要的 哲聖经的引 就是你的言语 在我的上堂何等金尾 在我口中彼蜜更甜 中文圣经 在翻译上有些字句 看上来不太明白 你去找多两本圣经 懂少英文那些 去找一些英文圣经 这一句是看不明白的 特别是103节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金尾 在我上堂何等金尾 在我上堂何等金尾 那广东话就是说 上堂有个口腔 上面的上额 大概是这样的叫上堂 那为什么上堂那套金尾 不明白 我看也不明白 所以你去参考那些英文 其实原来 英文没那么复杂 英文总之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神啊你的言语 在我口中很甜美 那是上堂那些 例子 在我口中很甜美 神的言语 如果像食物那样的比喻的时候 摩西就说 你那些言语在我口中很甜美 那在我口中有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起码有一些意思就是 你去读它出来 你去说它出来的时候 都很甜美 是一些很甜美的说话 你跟着它去读 比如读神的律法 要你怎样 要你怎样 你一路读的时候 都觉得很甘甜美 这些话很正 我读 摩西又有这个感觉 在我们家庭 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你读神的话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我们要反省一下 一百十九卫再看一截 一百二十七 在后边 一百二十七 在后边的版 一起读 一二七 所以我爱荏莓莉 誠於金 银誠於正金 也是 又用金来说 神经去法 摩西去看他的价值 想说他听的时候 说神的律法比起黄金更加好 胜于今次,更胜于精金 很纯的精金,神的话语比他更加好 无独有偶,大卫也这么说,摩西也这么说 你以为他们信口开学说错 摩西一样在神面前很大的经历 年轻时想凭自己一己之勇去拯救耶稣别人 不过我实没有用他 在他最巅峰的人生40岁的时候 最厉害的时候实没有用他 跑去抗疫,养养,娶了太太 在那里养养,在那里养养,在那里养养 在那里养养养,养养到80岁 都想着在那里等时间 神警员说,来来来,我要用你去帮我 帮我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特 摩西都说,你找个帝哥,找我 所以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有些的教会的说法 对的,不过是对的 你早点出来侍奉 趁你年轻力量去做多些东西 当然是对的 不是代表你觉得自己的年纪到五岁就不行 所以你超过多些时间 但是神正要用你的时间 对可以开始 因为我们去侍奉神 去做神的工作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越是你觉得自己没什么能力的时候 就更加好 造成了一件事 就不是因为你的能力 而是因为神的能力 摩西就是 在他随随老耳的时候 神呼召他 叫他去做神的工作 最后都听话 所以他经历神的恩怜 神的律法的真实 他是很深的体会 亦都是用物 用黄金 给他告诉我们 比物更甜 比金更加珍贵 好了 我们再看另一个很重要的圣经 新明记 回到前面 《创出离物心》 第五卷的圣经书卷 新明记就是摩西在抗野那一树 向以色列人颁布神的律法 讲了很多东西 你看《出埃及记》 《令尼记》 很长很长 有时候 我们说人们 出不出到埃及 就当作是 看圣经 看到《出埃及记》 看不完 就已经闷到 蓋着圣经 不再看了 这就叫出不到埃及 所以你捱过埃及 出到埃及 就一直长信 但很大部分 都是讲神 一直发神 如何吩咐 特别说到那些宪制 如何宪宪 是很悯的 但那些是神的律法 神的戒命 神要跟以色列人说 要遵守的 所有这些东西 圣经 有时候很奇怪 到了《生命记》 又重新说多一次 但那个意义 就是摩西 他去到自己 差不多临终 要交叛的时候 他将神的律法 再跟以色列人 苦口婆心 又再重头 再讲一次 即是他赢 即是很重要 即是临死之前 临交叛之前 临离开你那些 以色列人之前 都要再重新 讲神的律法 是这样啊 你要听话 你要跟从啊 你要遵守啊 很重要的说话 那怎样去形容 这个很重要呢 《生命记》 六章一至九节 是很出名的经文 或者省时间 我读一下 第六章一至九节 摩西他说 这个是要我说 你们神所吩咐 教训你们的戒命 律例 典章 使你们在 所有过去 得为业的地上 遵行 好叫你和你的子 子孙孙 一生敬畏 耶和华你一生 謹守他的一切 律例大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 只得以长久 第三节 以色列人 整天都背语了 以色列你要听 要遵守遵行 謹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 留乃与物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 你列祖的神 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你要记在心上 也要恩勤教训你的乙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走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是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康上 定理的成本 这段的圣经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 很多人去引用 包括耶稣也引用 第四节 律法的总归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 尽力爱主你的神 耶稣也引用 是一个对律法的态度的总结 我们想集中去看 后面很具体的说法 他说 无论你坐在家里 走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随时随地 都要谈论 谈论什么呢 谈论神的律法 神的教育 神的话语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又谈论 起床又谈论 走又谈论呢 但是 律法呢 就不是太过按字面来对解的嘛 精神是最重要的嘛 但是精神也是要符合才行 那这些意思是什么 即是说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做些什么 无论你 走也好 睡也好 坐也好 你都是几个动作而已 你现在坐着 叫你 我不准你坐 那你怎样 想想 不准坐 站也有份 坐也有份 我又不坐也不站 我躺下 我躺下 也有份 你无论 做些什么 都要谈论 神的律法 谈论 谈论的意思是说 你要跟旁边的人 你的交谈 你所谈的事情 都要被神的律法 神的教训 来影响 你会想着 有些很极端的说 去完教会 打完了 有些人说 刚才去完教会 刚刚出来 就去打完 不要了 明天先去隔内 刚才那麽神圣 就去赌钱 不是很好 意思是 很多时候 我们的行为 你是要被神的话 影响着你 你作出很多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否是神的话